大家下午好 祝你发大财 这是韩国瑜市长就职典礼的纪念品 打开来看一下是什么 哇里面有一张钞票 金币的钞票 当然是假的 但是是富有纪念意义的 一千块的大钞票 我把它我关上去 你们可以看到详细一点 这些纪念币的钞票 我只有四封 我将会送给有心人 我刚才其实已经直播了 二十分钟在直播室的网页 但是因为线路中断 二十分钟 介绍了所有韩国瑜的产品 所以今天的直播分成 上级跟下级 这是下级 但是我老实告诉你们 在上下级之间花的时间 已经是take two take three take four 这个是take five了 所以你们知道我的困难吗 我的困难是 我这个 我是光鲜 我是星河的光鲜 但是有问题 我是新加坡星河光鲜 光鲜的速度 但是我最近一直被干扰 那我 你知道我年纪大了吗 我对这些电脑的东西也不是很厉害 网路的东西我也不是很聪明 很多时候是我的大女儿帮我 我也有一个 好像韩国遇见他有韩兵 我有张兵 我有张寻磊 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张思磊 我也是两位千金 小女儿问他 他也不懂 他的电脑 技术还比不上姐姐 姐姐大到六岁 姐姐电脑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现在怀疑我们这个网络 这个Wi-Fi的网络 这个Wi-Fi 怀疑翻译成什么我不太清楚 就是这个通讯的网络 免费通讯的网络 接到我的光鲜 可能是因为 是免费的 但是呢 这个 他的密码 我们太久没有换了 应该要换密码 所以我要麻烦姐姐帮我换 但是姐姐没空 姐姐现在我不敢打扰她 顾一个 顾我的孙已经顾到要 要奔贵了 你懂我的孙那么顽皮 你知道吗 白天跟我们在一起 很乖 很黏 很黏我们 看到公公黏公公 看到婆婆黏婆婆 看到爹地黏爹地 很温柔 好像窈窕树女这样 但是妈妈一回来 她疯了 她就黏着妈妈 我告诉你 妈妈要去上厕所都不行 她要抱着妈妈的大腿 妈妈上厕所 坐来马桶 她要抱着妈妈的腿 哇 我这个孙女 你看到她昨天晚上 白天跟我们 一切正常 一切可爱 吃得下 喝得下 玩油机 我们陪她玩 很多 很多花样 很可爱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妈妈陪她睡 睡到一点多 她不论是做噩梦 突然一直哭一直哭 淘淘淘淘哭 那指这个指 那跟妈妈 变成我的大女 很可怜 昨天 从一点多就陪她 陪到梦 几点才入睡 早上九点才起来 还好 办公室 今天不是太忙 这个 小孙女也睡到 十点 还没有睡醒 哇 然后她现在睡觉的时间呢 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韩市长夫人不是说 雇孩子不容易啊 她替 她替寒冰冲凉的时候 啊 寒冰掉进水里啊 在韩国语说 我们这么老来才有孩子 你不好把我的女儿 溺斃 她自己长得都要笑 真的不容易啊 父母雇孩子 然后 我雇 我太太 星期一到星期五 在我女儿家陪着孙子 我一有空就过去 陪她玩 那太太才可以煮 一家回来 晚上才有一餐可以吃 这个女儿 这个小孙女 有时喝奶 有时不喝奶 有时吃 辣辣渣渣的 要想吃零食 那种baby food 有时要吃大人的食物 有时你给她小孩子 汤食她不要 她要大人的汤子 你吃你 给她大人的汤食 她要 她要有卡通的那个碗碟 她每天心情不一样了 你不顺着她 你要怎样 打她骂她吗 不可以吗 所以你说啊 父母啊 有时 为了孩子 真的是要忍到 所以我说 我的孙女 我的外孙女 是我们这一家子的董事长 我们称她是董事长 她拍照的时候 她不笑的 我们全部很可爱 我们大家很开心的 跟一家团员 她只有她不笑了 但是她私底下 跟我是很可爱的 你们如果 看章节里面 有的这一个 就是 照片里面 我跟她 她笑得很灿烂 哇 我今天很开心 我今天第一次在 章节的网 网站里面 直播 想不到台湾的朋友 一个一个进来 好多人 你们还按赞 我真的开心 太感动了 因为我过去都是在 我自己有一个直播室 直播的群主 那个是受邀请的 其实我迟一点也想邀请 你们台湾的朋友们 进来那个直播的群主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本来就已经在新加坡 是一个直播的业余的 业余的意思就是 我赚到了钱 业余的意思就是 我赚不多钱 我只是当成一种 一种 兴趣吧 爱好嘛 因为我这种小人 我不可能写回忆录 我写回忆录 我花钱出书也没人买啊 那我分享我的经验 我常常开玩笑 跟我太太讲 如果将来我真的 盟主恩召了 我离开人间了 你记得起我 你还可以一个一个 直播的影片可以看 你还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我的人 对不对 那我讲笑话 你可以听到 你可能 哇 你至少有的寄托嘛 对不对 给他掐死 给我太太掐死你 整天讲这种帅话 是啊 我们人生 你知道什么事情 好 刚才我在那个影片 有谈到小孩子 我听到韩国瑜市长 第二个家访 就是他要业宿的地方 是那个儿童自家 我很感动 你们的市长真的是无为不至 你知道吗 你们真的要珍惜他 真的要 我们一定要支持 韩国瑜 我是海外的粉 铁粉 韩粉 我都坚决的支持他 那不是盲目的支持 我们在 检验他的政策 我作为一个海外的韩粉 我没有投票权 但是从 人格 从道德 从各方面 我都有资格去 检视这个 我心目中 崇敬的人 崇拜的人 我一生中 从来没有崇拜谁 李公雅我都没有崇拜过 我坦白说 我没有什么好骗你们 我们的领袖 我从来没有崇拜过 一个政治领悟 政治人物 但是我看到韩国瑜 所做的一切 到现在 到目前 到这个 这一时 这一分钟 我只有感动又感动 感恩又感恩 但是你看到那些人 打压他 打压他 我跟你讲 不用担心的 越打压他就越红 越打压他就越旺 越打压他就越出名 越打压他就越 我已经说了 我不是干涉你们的政策 也不是干涉你们的政治 我个人觉得 2020年台湾总统 选举的候选人 我不认为是韩国瑜 这是我个人觉得 他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将是总统候选人里面 重要的一张王牌 他也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正副总统都不是 但是他是总统候选人的一张王牌 有他的支持 除了那个相公之外 我不懂他在身水 除了那个相公之外 不可能摸 不可能碰的 其他三个都可能碰的 只要有韩国瑜 在旁边 帮忙他看牌 不可以玩错了 替他垂背一下 蒸一杯茶给他 心目中支持的 那个人当选的机会很大 当然也有可能那三个韩国瑜都平分 但是你在平分时间也好去帮忙站台 当中你的每一个举动 每一句话 人家你站台的时间也很关键 对不对 所以还是分得出韩国瑜倾向谁 不然他就全部不要站台 他一句话都不要说 整个总统选举 除了那个相公之外 那三个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 韩国瑜一句话都不要说 等他们自己打出来 出了那个初选出来的国民党的候选人 经过是怎样的初选方法 我不理了 没有我的事 然后这个人就韩国瑜全心的去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做 或者初选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每一边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凡是得到他加持 你们台湾人很喜欢用加持 得到他站台的 得到他讲好话的 推崇的 一定是Bingo 一定是能够成为 总统的候选人 如果这个候选人 韩国瑜能够再 继续的在2020年 当然是有机会的 有人觉得说 会不会他会帮那个 科匹 我个人觉得他不会 因为你们要永远记住 韩国瑜的畜生 他根据陈文倩小姐所说的 当陈文倩问他说 为什么你要出来参加这个高雄的选举 他说是因为这个主席叫我 挣扎我 然后我说为什么主席挣扎你 因为你不要忘记 我是国民党栽培长大了 我是国民党栽培长大了 讲这句话没有什么好讲了 他是当年国民党 经国时代讲经国时代 国民党栽培长大 他是国民党栽培长大 他没有忘恩 他的本就是那里 他的源就是那里 那我为什么作为一个非常积极的 新加坡的韩坟呢 因为我爸是国民党员 我也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非亲非故 当然可以支持 但是没有像我这样 是啊 我 我已经看到国民党已经在 你们的那几个总统的手上 已经是 几乎是垮了 都不想享受 看得很悲啊 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的国情 越来越没有机会飘扬 突然之间出现在韩国裔的肇事晚会 我们这种海外能够直播的 这些侨胞好不好 你称自己是侨胞 看得多感动 多么的感动 你们不知道吗 所以我不是说 韩国裔说 三个部吗 两个部吗 我还叫做一个部 就是不要轻看我们海外 侨胞的力量 这是中国必须要了解 九二公司里面 韩国裔讲的两个 我加到一个 我狗胆 加到一个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是海外的力量是很大的 不要说没有力量 现在高雄需要海外的支持和力量 真的 哪怕是南方的 哪怕是中国的 哪怕是香港的 哪怕是东南亚的 都要支持 都要从经贸上来讲 大家都要经常的往来 好像说韩国裔说来新加坡 跟这种签这个协定 其实我们的网友里面 后来他 他已经跟我不和好 不要紧 他说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资料 就是 其实当年 台中市长 曾经跟新加坡的 一个机构很大的 这个商场签约 台湾的输出 输出有输到新加坡去 后来好像没有了 现在是我们新加坡最大的 官方的 半官方的 叫做自种 已经接受了 这个基本上已经 韩国裔已经说了 三月要签订三年的 不断的输出水果 所以 很重要 什么水果 新加坡人喜欢吃台湾的水果 台湾的蔬菜 当然是比较高档的 但是价钱又比日本便宜 比韩国便宜 又比新加坡好吃 贵一点无所谓 我第一个一定是高官的 我一定是光顾 我自己现在很少煮我都会去买一些台湾的果菜 台湾的这些产品 在家里享用 我一定会支持的 你们也相信我一定会支持 我刚才其实有介绍 上一季以后 我等我录影了 让你们看到我买到这些韩国裔的产品 我多么开心 你看 这些都是我买到的韩国裔的产品 我要送给新加坡的这些 韩粉也好 是我的小兵里面直播室的常客 我都要送给他们 还有这个书 镜子 镜子 女人照镜的镜子 还有 还有 哇 这个 我不多 我只有两个 我心里想我到底要不要送 我都买 我买几十个 我大概有几十个纪念品 还有韩国瑜 这个是我最心爱的 倒反了 雨露 雨露 韩国瑜的他的策略 他的金玉良缘 我买好多喝 但是这些我一定会自己要留一喝 衣服我只买一件 我好后悔好后悔 然后我跟你们的韩国瑜的一个 制作韩国瑜周边商品的一个大姐 谈怎样的运来新加坡 我们可以 我会买来送给人 我不是要赚钱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我自己买来 我的能力范围 我能够买这些产品 我买来送给我自己 在这个新加坡的网络世界里面 我的这些支持者 我都愿意送给他们 所以那个大姐告诉我 说没有办法 因为 他们还在学习当中 我说你很简单 你先开个PayPal PayPal是国际通用 通常PayPal是 你把产品的价钱告诉我 比如说 台币一千 我寄给你一千块 那我一收到产品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收到了 他们这个PayPal公司 就会把钱释放给你 但是我跟那个大姐讲 你不用担心 我立刻给你钱 你拿到首先 你才来寄给我 因为我相信你 很简单的 我一定要相信你 我也希望你相信我 如果我买了产品 五千块六千块 一万块两万块 我先给你 台币不是新币 新币吓死人了 台币我先给你 然后你就把产品 他说产品 产品就邮局了 没办法 如果因为你们很少海外 我不懂你 台湾有什么网络的那种 好像阿里巴巴 好像淘宝这样的一种组织 如果你们把产品放在那里 然后卖出去 然后他有那个营销的系统 然后有那个运输的系统 没有的话就是你要把产品 包装的 称了多少钱 然后叫邮局送给 寄到我这边来 你们相信吗 我现在的脸 你们看我的脸还不错 老啦 有黑斑 有白斑 什么斑都有 但是 很好的脸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用花莲的肥皂 花莲的肥皂 已经 已经帮助我两年了 我没有查什么化妆品的 我的太太的脸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用花莲 当年我们去花莲 七晚 八天七晚 七夜游 我在花莲的文创区里面 花莲的文创区里面 我看到一个老太婆 一个阿嬷在卖 她的手工 肥皂 香皂 各种各色的 各种各样的功效 我们就买了 我们当时买了 带回去用 很好用 我太太就尝试联络他们 对方也是跟我们讲 说不懂 从来没有海外订单 所以我说 你们台湾人做生意 真的是 精劳心 你们做生意 真的是 精 你听我买肥皂 大概是150块新币 台币就3000块 我这张年 一年的肥皂3000 哇 没有 不只是我 我太太也是 所以我们不用买别的化妆品 我太太也不用用别的化妆品 你看你看60岁了 这个就是你们台湾宝贝的东西 一个乡土自己 阿嬷不懂怎么做肥皂 孩子们也不懂 只是帮她推销 成功了 但是就是小本生意 家族生意 所以我跟这个姐妹讲 韩国瑜的周遭 长品瑜 一定要赶快 其实你越快越好 因为什么呢 3月韩国瑜要来 对不对 我可以帮你销啊 我不赚你的钱 我照卖啊 卖了气回给你 我赚你钱干嘛 我不要赚这种钱 我不要 我赚YouTube的钱 YouTube 下个月 我能够 获利的话 我明天就是要重新再申请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我这个YouTube里面的作品 都是我现在 他们改变了 这种Google买了之后呢 他们改变 政策了 他们要你原创的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直播的 那些影片 我从前有一些翻录了 不好意思 跟大家讲 因为可以赚嘛 他第三方同意 我们就继续翻录一些 我也多谢你们台湾人 看我的YouTube的广告 让我赚了一笔 五年来赚了一笔 所以我现在就 心智勃勃为我将来 退休后的工作来打算 现在我是用我休假的时间 在做这些直播 是业余的时间 所以我说业余就是这样 我现在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我还要忙我的工作 我还要 再上我的硕士课程 我还在念书 我在六十岁要念书 你看多可怜 还要雇一个孙 还要 anyway 这些商品是能够 这些商品 我听说淘宝已经买得到韩国鱼 我真的 本来我还想 我很想试试看 因为我有韩 我是淘宝 淘宝的热衷购买者 我想 想到韩国鱼的 打韩国鱼三个字 不能 很多产品跑出来 结果淘宝赚到钱了 淘宝是谁赚钱 你们大概知道 哎呦 真的很好笑 假如说淘宝那些中国大陆的商人 懂得利用韩国鱼的 周遭商品来赚钱 高雄都没有办法赚到这笔钱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如果韩国鱼 我说了 如果韩国鱼把这个当成是 他要官方 这个什么 官方的这个版权 不可以随随便便 用他的这些头像 我觉得大家也要能够明白 现在我相信韩国鱼市长 是非常好 让你们设计 让你们去玩 大家热闹开心 让你们赚到钱 希望你们赚到钱 你们也 真的回馈这个社会 好像我真的很感动 只有你们台湾人真的有的 选举赢了之后 这边请吃卤肉饭 那边请吃大鸡扒 这边又请吃杏仁茶 那边又请吃 我看你们这样请 就请肉粽 从选举后到 一直听到说有人请 这边五千份 这边五百份 这边一万份 这边几百份 我好感动 新加坡 选举完了 哪里有人 不可以 我们也是很严的 做这种事情可能要被做 我们会被抓 说你 我真的不懂有没有犯法 对我们来说 我们那里会不会有犯法 因为我们的选举的条例 是更加严格的 新加坡的选举条例 以后有空 我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我很感动 台湾人做这些事情 胜选的人都很开心 当然败选的人 我们也希望他们 还是台湾人 还是自己的同胞 希望这些败选的人 他们能够明白 选一个好的人 对的人 我不是说 若选的就是不好的人 不对的人 所以叫民主 绝大多数的人 赞同的这个领导者 来领导这个社会 这次是民主 大家就给他机会 其实你们台湾 有一句话很好 给他做做看 做不好就下台 太好了 对不对 不是这个好 是我们要教训这个党 不是那个党好 是我们要教训这个党 对呀 你做不好就教训你 我就把票偷给另外一个党 让另外一个党的 候选人做好他 但是我真的深信 韩国瑜可以做得很好 到目前为止 都非常 不错了 他那个 观光局的局长 哇真的fantastic 他的点子多到不得了 但是 很遗憾的 我 有人鼓励我写 就是在免苏 我 投诉了 关于其境的那件事情 但是我很理性的投诉 他没有回我 可能他很忙 不知道 但是 真的要提高这些服务的数字 点子多是一个问题 好像他用这些代言的都很好啊 看到他用 这个 排冰冰啊 用这个 陈文倩啊 都很好啊 道地的啊 这些 艺人啊 这些民间艺人啊 这些 网络的 平面媒体的红人啊 还听说 美国那边是什么 催利清 催利星什么 哇当年的一个歌星 红歌星嘛 明星啊 什么 催利星 总之是 很不错啊 这些都 这些人都愿意啊 还有什么 安兴亚 哇 哈哈哈 安兴亚代言 年轻人疯了 那个月 但是他们都 都好像没有 受酬劳啊 因为台 高雄市政府也没钱做这些 光光做得好 全部都靠这些人来 来来帮忙啊 吴忠仙不是说他也要吗 只是他很顽皮啦 啊他说他不要钱啊 他只要支票 支票可以啊 台币100元 象征式的收 有收钱就是啦 啊你收100 不要收10万8万啊 或者100万 收 100块1000块好不好 1000块台币 吴忠仙做代言人一个月 啊 所以台湾真的是多知多彩啊 这些 大家都愿意 去帮助这个高雄市啊 啊是好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接下来你们的补选 哇也是很精彩哦 我很 我看到那个三重区的补选 啊 因为余天大哥我们是认识的 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对余天的这个大哥的演绎 啊就是 跟他的太太的演唱都 啊李亚平 啊小姐 跟余天大哥的 这个演唱我们都很喜欢 哦 哦我当年也很喜欢唱余天的歌 余天的歌 什么余 哎呦我忘记怎么讲了 不会唱了哦 什么哎呦又死了死了 真的不会唱了 余天的那个 那个最最出名的歌 下次唱给你们听 请唱给你们听 哦但是他这次被征召哦 代表民进党哦 哦他是韩国瑜 哇帮忙那个北龙 也是一个北龙的一个出生的一个候选人 对不对 哦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但是韩国瑜所以跟他站台 哇你看韩国瑜还是想打选战啊 啊不知道啦 我真的是祝福大家啊 呃哇听说不容易啊 那个是绿色的铁票 哦成奇迈在那个区域还是赢了 在跟韩国瑜竞选的时候 所以不一定会赢啊 可能余天大哥拿到 你问我支持谁哦 我也真的 但是我们作为韩粉的 韩国瑜支持谁我们就支持谁 对不对 韩国瑜支持谁我们就支持谁 对了就是 哎我不知道今天的今天的这个直播情况怎样 我刚才上机已经二十多分钟 现在下机已经二十八分钟 我是东拉西扯啊 谈天说地 谈到什么就谈到啊 我又要回到那个儿童 我非常感动韩国瑜说 他第二个的 夜宿的这个家庭 啊就是选择儿童自家没有 因为要知道你们台湾人 的一些孩童们 星期六礼拜天没有上课 他们就饿着肚子 哎听得很心酸耶 我我觉得哎呀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大家都要帮忙 帮忙 帮忙 筹筑这些钱 帮助这些儿童啊 我不知道韩国瑜他是用用什么 怎样帮忙 就是在所有的7-11超商里面 孩子们都可以拿到那个 饭喝 哦那个如果这是一个公开筹款的话 我真的我也愿意尽一份力量哦 这个我们还做得到不是当然我也不是哎呀 你看我的家里的设备我不是什么千万百万万万万什么千万 但是我们尽一份力量哦 饮料 因为我在学校工作我知道吗 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那孩子也不喜欢吃的 应应要他吃 后来就进步了 啊给他餐券 三个一块钱 这样三块钱新币是蛮多的哦 就可以买买这些食物 因为有七八个他们买一间学校 他买他所喜欢吃的 有回教徒有穆斯林的食物 啊华人的就华人的 华人的孩童的食物 他们后来现在更进步了 啊因为三个餐券 然后是一块一块一块 有时多收你还要自己掏腰包还给阿姨 假如阿姨不收就掉 有时少了阿姨也不会退钱给你 但是现在很好 他们用卡 纯值卡 比如里面有三块钱 你买这个果条面汤 八毛钱啊 就扣除了之后还有两块二 你就可以买一个饮料 买一杯饮料啊一块钱啊 就这样剩下多少钱 让你扣除每天 每天啊就是每天都会给你三块钱 就会你 好像有规定说你 你一定要花完啊 你不花完就没有给你 因为有些孩子 故意不要吃嘛 收收收收到最后不管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就是哎呀小孩子有些是这样的 真的真的 我们做这些慈善的东西 有遇到一些不是很健康啦 你给他餐券哦 你给他那个餐券 一百块 他拿了十张餐券 他卖给那个扎货店的人 他卖八十块 扎货店赚了二十 给他八十块 他去买来 去买烟啊买酒来喝 因为那些餐券是不可以买烟酒的 是买家庭事务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 帮助他 但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孩子都有 在新加坡是这样 那拜六礼拜 没有念书他们有没有的吃呢 我觉得不至于要做肚子 虽然父母都忙着工作 有些父母就把孩子带到 看到那种小贩中心那些摊贩们 他们的孩子拜六礼拜就在那边做功课啊 帮忙父母都有 当然有些很不幸的做小儿 所思儿童 有些父母就星期天 星期六没有工作 陪着他们一起的去 去学习去玩去图书馆 很多都带他们去补习班啊这些 这些大部分都是新加坡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会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高雄是一些山区啊 一些偏远的地方 生活水准可能没有这么高 可能孩子孩童们生活比较辛苦 所以变成要饿着肚子 听得很心酸啊 所以韩国瑜这个举动是非常好 所以他第二站就决定去 这个儿童之家让我觉得 哇很惊讶也很感动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共襄一举 如果有公开筹款的话 帮忙这些孩童们 我们真的一定要尽一份力 我们海外的我想也可以 当然因为钱财是非常敏感的 我就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 我除了自己愿意 就是支持之外 我也不会做这个带头的 因为不好 钱财的东西还要分得清楚 可以介绍大家啊 那你有官方的网站 可以支持这些儿童之家 或者支持这些孩子们买这个便当 我们可以参与 我们要认定是官方的 那我们就不会有问题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哎呀我不要多讲了 就是我最近网友多了 我当然不是台湾人 一个别的国家的人 跟我讲他 并重了 然后先生也并重 然后有留一笔钱 他要给我两百万美金 两百万美金要送给我 叫我去帮助穷人 因为他身体不行了 先生已经去世了 他已经花了 不懂帮助多少人了 多少万了 多少七百万八百万了 他现在两百万送给我 送给我张杰 送给我 然后拍两张照片 救伤车还有病房 他的先生还是谁 还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送我两百万 应该是在哪一间银行里面 那我当然没有回他了 如果我回他下一步就是 你们知道了 你们追的他会送我两百万吗 两百万的美金 我可以直接转给韩国瑜市长的儿童之家 作为他的买便当的 可以买好多便当给孩子吧 其实我应该跟他讲 赶快拿到官方网站 我就写给他 你就好心有好报 你两百万直接送去台湾 哎呀 这个时代啊 就是这些东西 把我当傻佬 送我钱啊 那有一些 网民他们 我也真的没办法吗 因为网友这么多 我不是说都是台湾的 最近网友真的多起来 那有些都是 哎呀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真的是一个 六十岁的老家伙 一心意 只希望在直播的 这个 时间空间里面 跟大家分享我生活的经验 我不想太多的问题了 所以很多 哎呀 我不要讲了 讲到好像说 哇你臭美啊 以为你很英俊吗 以为你很潇洒吗 以为你 我不是啦 就是说 放我一马啦 大家 有些人真的是 我们 哎我认识一个 我认识几个不错的 卖糕点的 我太太 到高雄梦时代 我们去他的摊位 我们买他的糕点 我们给他意见 这样的网友 我要认识 有些网友很好啊 告诉我台湾的景点啊 上一上一集的 谈到高雄的名称的由来 什么叫打狗 然后南南城 南城跟南城跟北城 怎样 南城北城 怎样守护台湾 那个高雄港 这些景点介绍给我 那个军公教的一个 一个网友 我要认识这样的朋友啊 我认识你们当中 有很多 在网络里面 你们有些是推销产品的 推销产品给我 我真的是爱摸人猪啦 因为有些产品 我不会欣赏啊 我不会买 所以我也不懂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是 哎呀我也不可以说 卖产品给我的网友 我就说他不对 我绝对不可以这样讲 只是你卖产品的 如果我没有回复你 就是说我对你的产品 真的 我我我真的没有办法做 就是说我我本身没有那个兴趣吗 对吗 哦 你说韩国瑜周遭周遭产品 我就要我就很积极的给你回复啊 所以你明白我啊 我不是什么 我不可能啊 哇 名画啦 什么什么 哇 桃啊 桃器啊 什么珠宝啊 没啦没啦 真的 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请原谅了 我们大家是网友 将来希望你们也加入我的群组 跟新加坡的网友 彼此认识 如果你们来台湾 我们能够尽地主之宜 我们去高雄你们也 如果你们来新加坡 什么台湾 如果你们来新加坡 我们尽地主之宜 如果我们到高雄 你尽地主之宜 但是不要给大家太大的负担 就好像韩国瑜所说的 我去那里耶稣 我负责我的 如果我所说的尽地主之宜 我去到你那边 我还是要找自己住的地方 不要打扰人家 除非你真的哇 地方太大了 你要请我们到你家里住 那我们也要会要 就是说 这个礼数要有啦 对不对 不会是说 白吃白喝白住 这样就不好 我就不 我从来不喜欢的 其实我每次到一个地方 我可以 我都有办法 通知那边的人来招待我 从来不要 带我去玩 我就很开心了 好像那个姐妹说 下次来她带我去吃板面 她一直讲这句 我当然接受啊 她来 她说她有车可以载我 我就开心啊 如果其中一天 你带我去吃板面 认识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很感恩啊 我要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一种招待 是正常的 不是一些 太过分就不好 那我们也介绍网友 大家就是这样去认识人嘛 大家很开心 我记得我曾经去槟城的时候 我带 我带我两个女儿很小 那个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 根本也不认识 她真的很好 哦都 招待我们招待到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整天陪我们 拿假期陪我们整天 用她的车 绕那个槟城一周啊 带我们去吃 吃海鲜 吃什么 完全不要我付费 哇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回到新加坡 赶快买一份礼物 去到那边送给人家 就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 很有机会 在到高雄 我现在 哎呀 恨不得就赶快去了 所以我一直问你们 2020年总统选举几时 我就想去看看热闹 总统选举前 还是公布那一天 哇 我这些动算动算 跟我没关系 不懂会不会 新加坡不可以的 如果你不是新加坡公民 你不可以参与这些 造势活动的 会被抓的 你以为啊 很严的新加坡 造势活动的那个范围里面 你不可以 那些你非新加坡 你没有选举权的人 你不能够参加那些造势活动 严格来说 但是还是有看得到 很多是好奇的 观光客 严格来说是不可以的 他可以抓你 如果他要 当然基本上是不会了 但是如果你观光客 哇太过分了啊 不可以的 支持任何一方 就把你抓起来啊 把你剃走 让你回去你的 我们马来话说 回去你的家乡 真的不可以的 新加坡很严格 所以每次选举的时候 有一次是被抓到说 那个政党请那些 孟加拉的外劳啊 我们国家有很多外劳 一些孟加拉来的 印度来的 他们去绑那个旗啊 那个竞选的那些 招贴啊 那些宣传广告 被对方阵营 投诉了 这些不可以的 一定要用新加坡 公民来帮忙做这些 这个蛮辛苦的 这些 哇你 而且你 我看你们台湾很好啊 选举完的那些 有没有拆下来啊 要拆下来的 犯法的 不容给你多少 签要宽限你 要把那些 候选人的 那些广告 广告版也好 旗帜也好 全部要拆的 有规定 新加坡的选举 非常多条例的 不是你们所想象 而且我们的选举活动 过去啊 真的是九天里面 才开始展开的 现在比较早了 现在听说明年 我们有选举 不过真的还是讲 空穴来风这样 那有的专家 又说不可能明年 那我们又说可能明年 所以现在新加坡 也是大家也是非常紧张 自己有自己的 所谓的大选 选出国会议员 那我们跟台湾的 国会议员就是选立委 但是我们的立委的权力很大的 因为国会议员的最多国会议员的政党 可以组织政府 所以每个政府的那些部长 跟总理都是有民意基础的 不像台湾是选总统 然后由总统指派人组织内阁 对不对 好像行政院长 像那个赖清德 从台南跑去做总统府 行政院院长 像新加坡不是的立委 就是 就是有每一个 包括都是有选举选出来的 没有请那些非选民选出来的政务官做部长 所有的部长都是属于一个选区里面 所以新加坡跟台湾的选举制度 选举策略 选举的人的这个竞选的那个背景都不一样 新加坡总统是没有权力 也不像台湾的总统有权力 新加坡是总理比较有权力 所以总统只是 有一个权力是监督我们的储备金 然后外交礼节 促进慈善活动 官方的那些庆典 颁布那个政党 自政党的施政报告 但是那个施政报告不是总统自己想的 还是那个 执政者自己写的 所以情况不大一样 所以新加坡蛮严格的 所以选举没有这么热闹了 而且我们还有冷静期 选举的最后一天的那一天冷静 那时候你说冷静期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宣传 但是官方媒体可以宣传 所以你说他宣传会不会中立 我就不敢讲 我说会啦 我也说不会啦 我说我不知道啦 就是这么简单 我现在讲这句话也很重要 很小心啊 冷静期我们的官方媒体还是继续的报导 还会报导之前发生的事 他有没有拿捏的好 公平不公平 公正不公正 我不敢说公正 我不敢说不公正 我也说我不知道 最好了 冷静 其实冷静期应该全部冷静到完啦 我觉得啦 冷静就冷静嘛 只是播音乐节目 播电影 播文化 就不要谈 新闻不要报导啦 但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有冷静期 然后再多一天才选举 那我们的选举也是时间蛮早上选 选到五点喔 我们没有当场开票的 你们是当场开票 验票 对不对 然后公众人物都可以在那边看 我们是no such thing 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投票站里面的投票箱 经过这些监督员双方的政党的派的那个监票员 官方的那些候选人啊 还有就把那个选举好的那个封闭了之后 就送到选票站 当然选票站都是在学校 中学小学作为 这是所有的选区的那个投票站里面的选票 集中在那个就是算票站 就是报告 就是宣布 投票 然后那些票 都有双方的政党候选人监督还有派代表 我曾经代表过去看那些 那些都曾经做过 我应该不可以讲了 因为这种好像有 你曾经当年不会乱讲 等一下乱讲的话 等一下我被抓去 就是是很公正啊 我觉得很公正 哪里有像你们这样呢 哇 这边排队投票 一边说 没了啦 买了啦 姚文芝不要啦 姚文芝不要 已经 姚文芝宣布 败选了 那些人投票还会选姚文芝吗 你们的选举啊 这一次我真的是看到傻眼 还有公投啊 我们没有公投的 新加坡没有公投啊 什么叫公投 你选这个政府 你就要相信他 他讲一就是一 他讲二就是二 就算简单 不爽你让他下台啦 又没有办法 让他下台就是这样 真的选举新加坡比较不一样了 好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嘛 是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缺点 新加坡选举有它的优点 有它的缺点 但是选民来讲 台湾人做选民 你们真的是 敢敢投啊 如果做不好就好 如果漏 这个是一变啊 就是这样 韩国一回去跟 跟他韩夫人讲说 哇 我看他们眼睛每个亮亮亮 韩夫人说 我去 去菜市场 我在 扫绝败票的时候 哇 我看到每个人这样 静静的跟我讲说 我们来 我们选你 然后他自己里讲 哇静静的 哎呗呗啊 真的是呗呗啊 不是赢17万票对吗 韩市党 多过10万票 那时候 我跟我一个网民 我说 我也是认为10万票 哇赌盘哪里敢赌 那赌盘都不敢收啊 哦 那个对手就是 他也是 我觉得 哎呀 现在不要重提这些东西啦 总是赢了就赢了 开开心心 但是也不要忘记 还是有很多反对票 所以要让人家 心服口服 市长在这四年的政绩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我讲这句话没有错哦 所以我们要支持 韩市党就是在各方面 我希望 其实你问我说 到底台湾对我是一个 想象的一个感情 我又没有投票权 我只是一个海外的韩粉 那是因为我爸是国民党员 当年如果我 我爸爸没有南下南洋 我爸爸就在台湾生根 我就是眷村长大 我就眷村生出来 我就跟韩国一样 可能有机会选市长 选立委 选市议员 选里长 还有没有乡长 县长 都有长 都有机会选 不能做个警长 不能在台湾报霸长 都有可能啊 那我的英文 当然不会比华语好 我的华文比英文好多多 我当年也是学繁体字 后来政府改简体字 我也学简体字啊 算以后 你说如果我住在台湾 我还要住在哪里 到目前你问我喜欢住哪里 我会选择高雄了 因为我现在认识高雄 如果之前我没有来高雄 我住哪里的 我一直想住阳明山 哇 张杰你很阔气哦 你要住阳明山啊 住阳明山很贵的 你知道有一年 我去台北旅游的时候 跟团了 那意思是因为 我的音乐老师带团 我们的豪华团 那个导游哦 那个老先生很可爱 他说他住在阳明山脚下 住在阳明山脚下 租了一个房子 他的工作是导游 当他没有出团的时候 他就每天从阳明山脚下 爬山爬到山上 享受大自然 新鲜的空气 意思是说跟李瑶在一起 像李瑶大哥这样 已经离开人间了 但是他可以活蛮久哦 所以这个导游也是很 身体很强壮 那时候我很羡慕 我跟我太太讲 我们应该去阳明山 就我们这一次去 我们在台北 我们真的有上阳明山了 那个 那叫什么山啊 最高的 最好走的那个钢山 还有什么山 那个草原是吧 是阳明山哦 对哦 我们去阳明山玩了 还有几个站 你看我去的地方 我都忘记了 但是阳明山是很多 有钱人住的地方了 你问我当然是阳明山了 如果你现在问我 你会住哪里呢 可能我会选择 刚山 凤山 齐山 因为韩师讲 夫人讲 其实呢 山山 山山的空气非常凉爽 虽然高雄的空气 热的时候会热坏人的 但是山山不会嘛 哇 如果能够旅居台湾安 住在高雄的山山 不错哦 想是这样想啊 梦是这样可以做 这样做梦啊 做得到做不到呢 很难讲 理居的意思就是住几个月嘛 这边住几个月 那边住几个月 那又回到新加坡几个月嘛 对不对 是有可能的 如果 退休后我能够在网络世界里面 有一点收入的话 也不错啊 所以你说我的风格 我作为一个小兵 这是我的绰号啦 网络的绰号 我又喜欢韩国瑜 做韩粉认识的大家 台湾人我真的很开心 那我东拉西扯 谈天壽地 跟你们就这样聊了51分钟 大概要结束了 今天就是我的直播 那我等一下回 回头 听我的直播的内容 我就放上去 然后就成为我一个 见不得人的作品 也是感谢你们 哇很多人进来了 好多人进来了 好像 有些还是下面的 对不起 哇好多人进来了 三四五个人按赞 已经有27个评语 好高兴 哇这么多人已经进来 哇 我真的要谢谢 谢谢我一个个要谢谢吧 哇 谢谢你们啊 哇 李中 李大哥啦 我不念名字了 哇这个对不起啊 看不到 还 哎呀真的 李大哥啦 张小姐啦 张小姐啦 这是海先生 海角先生 海角小姐 我不知道 天牙先生 还有浪 什么字啊 那个浪 哎呦 华文字 张小姐 因为我看你的样子是女人 我是女性我就叫小姐 啊一个叫我杨小姐 叫我张大哥 张张张 谢谢你啊 廖小姐 比一个小狗 啊 罗先生啊 哎呦 曾曾先生啊 王先生 丁小姐 哇 蛮多人的 零 哇 应该是 所以我接下来应该在 在这个 张杰的这个网络 刚才我之前在那个网络里面 不行了 哇 什么有法律业数 媒体的中立是非常重要 哦 好啦 好啦 有法律业数啊 不要业数我就好了 还未充力的言许 哦 哦 黄小姐 哎呀 很感动啊 黄小姐的加入 我只是 哎呀 我讲 哎呀 我会谢谢她 黄小姐 黄桂丽小姐 我一定要谢谢你 哦 我谢谢你 那哪里 我 我不可以讲 为什么我要谢谢她 但是我就是要特别谢谢她 加入 但是我只是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回她 我会私底下回她 哦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谢谢黄桂丽小姐的人 请你们按赞哦 哦 替我谢谢她 她真的是精神上支持我 你看 真的很谢谢你们的 我这一次 第一次在张杰的 专业里面做 做直播 也有38个用户 比起韩国瑜几千几万 当然是比不上了 但是有人听嘛 就是有人听 就是表示我没有讲废话 表示表示我还是在讲一点人话 表示我不是有受性 我是有人性 所以这次的主题 时间 我通常讲60分钟 东拉西者很长 你们会觉得我啰嗦 不要紧 我会把我这个内容里面 我会写出题目 然后你们要听哪一个部分 大概去找一下 前面先讲什么 后面再讲什么 所以请大家 就是 主题是 真的要吃着韩国瑜市长 他是那一只被攻击 我觉得越攻击他 他会越 越兴旺 然后我也介绍 之前那个20分钟 另外一个影片 因为中断 线路中断 网路中断 所以我才移到这边来 这边反正很顺利吧 应该 那边我有介绍到 我买很多韩国瑜的 这些纪念品 我要送给新加坡的这些网民 因为我在 之前我已经开始这个直播的 我已经自己定调为一个 业余的直播客 为什么是业余呢 因为我真的赚到一点钱 然后我希望这个是作为 我将来的一个收入 我坦白讲 我没有客气 这个收入不是你们付给我 是你们看我的直播 看我的广告 我谷歌付钱给我 跟你们没关系 但是将来 如果你看到张杰的直播 有广告在里面 你们应该替我高兴 不要说烦死人 我尽量不要放这么多广告 反正我又不是很厉害 前面一点广告 后面看看 你们就可怜可怜我 你们就看了 广告看的时间 就是我的收入 你们看广告的时间 就是我的收入 这简单 如果你们买东西的话 有没有我的收入 有没有抽用呢 我不知道 有的话就更好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 还没有批准 我明天要申请 如果批准的话 就2月11号 我就正式有广告了 因为一个 他一个月 一个月审查 然后告诉你 不可以再给你一个月 你在整理 所以已经两个月了 我已经没有广告了 所以他们买过这个YouTube之后 他们很多这些广告 过去你们那些 很多不是原创的 都赚不到钱了 好像古阿莫就这样 把电影 这个电影的版权 他们已经重新 可能没办法了 或许他有办法啦 你买一部电影 你可以不可以做批评呢 应该可以 可能他真的去买一部电影 回来 然后做简介 做评论 那应该是可以 不过他要申请 在那个作品上面 那我自己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的嘛 现在 就是我 我讲的话 就是我自己的版权嘛 你们要用我的话 都要给我版权费的 如果YouTube里面 我都有 有这些 很复杂就对了 我慢慢学习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直播课 是可以赚到钱的啦 坦白讲 那你的东西要 哎呀 你看有些人搞笑 有些人搞哭 有些人 乱乱炒东西 有些人乱乱卖东西 有些人乱乱卖东西 都有人看 有些人赚风卖啥这样 有人喜欢就可以啦 那你们 你们听我讲话 你们觉得废话 你们可能下一次就不来了 如果你们来 你们多一个人看我的视频 我就有机会赚一点钱 但是目前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看到广告 因为他们还没有批准 等到批准之后 这些已经 你们这些已经看过了 应该是没有了 要重新再看哦 到时候我叫你们 哎拜托你们再看又一次 好了下午 哇已经五点了 我们新加坡时间是下午点 你们台湾也是 高雄也是下午五点 我们要吃饭了 我要去找助攻 小睡一下 然后晚上我有 我要读书 我要出功课 我要好好的 熬一个晚上 不会太吃睡 但是我现在容许 我去睡一下 然后才来把这个直播 再弄成这个影片 放到各个网站 放到韩国瑜后援会去 让更多的 这些网友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好谢谢大家 再见 午安 晚安 黄昏 拜拜